澳門教區生命委員會舉辦身體神學證書課程 第一課課已在9月21日 在聖約室教區中學二三校舉行 課程由澳門教區首目尼賓生主教主講 課程一年六節 涵蓋教宗聖約望保禄二世的身體神學 探討人的身體如何反映天主對人的計劃 透過對身體、性、愛、婚姻 和讀身聖照的探索和認識 讓教友明白天主的澳秘如何在人類身體上展現 第一節內容主要講解身體神學的意義 身體在天主原有的計劃 有關課程已是第二次舉辦 次次報讀人數超過150人 凡達到八成出席率的學員 可獲頒發課程證書 小禱策定人數超過19 訂餘中 正是誰在身體上展現